连日来,弗洛伊德之死在全美引发的抗议示威尚未平息 当地时间6月12号,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白人警察 在执法中枪杀一名27岁黑人男子再度引发示威活动升级 近日,美国华裔律师蔡文慧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介绍 从业20多年,自己曾参与协助过多起涉及种族歧视案件 在刑事案件的部分,有因为种族歧视而被人破坏他的财物 比如说他的车子上面被用钥匙写了种族仇恨的字眼 更严重的甚至有包括说因为种族歧视而成为被杀害的受害者 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全身参与了南加大留学生记性染的案件 在审理的过程,根据罪犯的公词称 因为他看起来像中国人,所以中国人肯定有钱 这种所谓的种族的偏颇的观念,他们就决定去抢他 在抢劫未遂的过程,他们将要殴打致死 蔡文慧坦言,今年以来,美国社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更显高涨的种族歧视问题,对在美华裔群体造成冲击 也将导致美国社会长期难以达到稳定状态 在美国的华裔群体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挑战 那就是美国因为新冠疫情而更显高涨的 种族歧视问题 根据报导在新冠疫情期间呢 在美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的针对华裔群体或个人 甚至亚裔群体或个人的所谓的种族歧视事件 或者是仇恨犯罪事件 我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允许任何一个族群去歧视其他的族群 基本上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真的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蔡文慧多年来致力于在美华裔群体的维权工作 连日来,弗洛伊德之寺引发的抗议示威 以及日趋紧张的疫情局势 让在美华裔群体不堪其忧 为此蔡文慧邀请美国政界、法律界人士举办线上会议 呼吁社会各界从立法等层面抵制种族歧视 维护华裔群体权益 我们办了一个所谓的Town Hall Meeting 就是邀请美国第一位联邦的国会女议员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说 在她的从政的过程所遇到的 所有的种族歧视的这些案件 她就是关于在立法的层面 国会方面有什么是可以做的 我们希望其他的白人的律师们 他们也可以接受更多的讯息 去尽量把美国社会现在所呈现的一些 反移民的、反亚裔的、反华裔的 这种歧视尽量把它降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